Hello 大家 各位好 最近我都是出差東南亞比較多的 今次就去了新加坡 原因是因為香港最近有個冷風 我也很怕冷 所以就去一個暖的地方 選了新加坡 其實又不是重點來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在新加坡 已經幫客戶做一些註冊公司的服務 新加坡跟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亦有它獨特的地方跟香港不同 大家相似的地方主要是稅制和法制接近 金融系統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大家聽到新聞 亦都說有香港的一些資金 是轉移到新加坡 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是東盟裏面的其中一個成員國 如果大家對東南亞市場感興趣 那新加坡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對東南亞市場感興趣 我亦都很樂意在往後的日子 帶來給大家更多的關於東南亞的資訊 那大家在新加坡機場 如果你剛剛抵達的時候 要入市區 最方便就是坐回他們的地鐵 要留意的地方是 新加坡機場是已經去到Terminal 4 有四個行站樓的 那如果你要坐地鐵進去市區的話 你要在Terminal 2 才有地鐵站 那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新加坡的機場 它的指示牌都很清晰 亦都很容易找得到 那大家看到畫面 對面這個白色的建築 就是我今晚要入住的酒店 就是在Chinatown 那我相信對於很多華人和香港人的朋友都很熟悉 因為牛車水這個地方是很多中國的餐廳 那其實Chinatown 絕對是一個黃金的地段來的 因為它是鄰近新加坡的市中心 亦都是金融區的 搭一兩個站就到的 那其實呢 新加坡的店鋪 是沒有香港關閉得那麼晚的 那 那 大概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 9點 幾鐘 一夜晚 那其實看到店鋪很多都關門了 那我又問回當地的一些朋友 其實 很多的商場 它大概10點 夜晚 都會 老老老老老 就關門了 那其實近年呢 新加坡呢 是多了很多印度人的 那原因之一呢 就是 新加坡政府呢 它是很著重這個發展IT的 那其實新加坡的政府做法呢 就是 它想發展些什麼行業呢 它就從某一些國家 是多那方面的人才去引入 他們來到新加坡的 那或者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新加坡政府呢 是一直以來用一個叫做 叫做 優才的一個 政策的 而優才呢 來到說呢 在他們的其中一個 重要考慮因素呢 就是 你的學歷 和 你是不是一些知名的大學畢業的 那經過一晚 在這個China Town之後呢 我就第二天去了 Tedlock Iger 那是新加坡的金融 金融區 來的 那近年來呢 我是知道有 很多的跨國公司 是 他們在亞洲的 headquarter呢 總部呢 就會設在新加坡 那包括就是 因為我們行業裡面呢 一個叫做 雲端 會計系統 ZERO呢 他也是 選擇 新加坡作為 亞洲區的總部的 也都有很多 是用 雲端做平台的 一些 for corporate 用的 工具的公司呢 他也是選擇 新加坡的 無論是 CRM HR Tools 總之是 幫企業去 營運得更好的 那些 software 那 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比較有名氣的 譬如說 Salesforce 等等 那東南亞的華人呢 他們呢 往往很多時候都懂幾種 就是我們 中國人的語言 很多時候就說 他們會講 可以講普通話啦 這個 福建話啦 和 廣東話居多 那在他們的 福建話呢 他們是叫Hawking的 畫面這個 是 新加坡會計師公會的 總部 那 有一件事呢 跟香港不同呢 就是 新加坡呢 它是有 GST Test的 而香港呢 是沒有這些銷售稅的 那 也是因為這樣呢 那其實 會計師呢 往往呢 是 多些機會呢 可以 定時定後呢 serve到那個customer 那 當然啦 他們 會計師在新加坡呢 其實 那個 服務費 是會比香港高的 那你如果有機會 需要註冊一間新加坡公司呢 有一件事要注意呢 就是你必須在當地呢 是要有一個本地的董事 那這一點呢 是跟香港不同的 香港是容許所有外國人 去設立一間公司的 但是新加坡呢 就必須有一個本地人做董事 那如果 比較理想呢 就是你有一個新加坡的partner 那假設你沒有呢 都不怕 因為呢 我們會幫你呢 是 不怕 那 其實 現在 香港 就是 最多的 廣告呢 我見到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移民公司打的廣告 那 講到移民呢 其實我發現呢 有一個方法呢 是往往很多國家呢 都是 接受 和 Welcome 的 即是 講得正確一點點 我們要將移民和移居 這個概念 分開 那 其實我是想說移居的 因為呢 移民呢 是 你是 簡直是入籍的 理論上來講 你是拿到他當地的passport 那移居呢 是 你是拿到他一個 visa 那你是可以留在當地 那這一種呢 就叫移居 那 新加坡呢 他也是 有這個pr 的 形式 是可以留在新加坡的 那 但是這個 permanent resident呢 你不要讓他 那個 permanent這個字呢 就 影響到 就不要混淆了 以為是 真是permanent 因為他呢 其實是有 年限的 你也是要幾年去再renew 他那個pr 的計劃 那很多時候呢 無論移民和移居的計劃呢 他都 都陸陸續續呢 是要求呢 是你去做一些生意的 設立公司的 那 如果你本身是一些專業人士啊 那 新加坡就歡迎你啦 你可以去 在當地呢 亦都做 相關的 專業的服務 那 前面這個 這麼漂亮的 這個灣呢 就叫做 崩海灣 Marina Bay 那 如果你們想來呢 就在這個 Bate Front 這個站 下車就 來得到啦 那 新加坡的地標呢 就是 那個魚尾C 啊 都是在 Bate Front 那 就在 我的 位置的 一個對岸那裡 那 稍後時間都會去到的 那 你可能會好奇呢 就是問 為什麼會建這個 魚尾C呢 那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了 那 根據文獻的記載呢 魚尾C呢 其實是一種 虛構的 魚身獅頭的動物 那 那 新加坡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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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呢 那 在繁文的意思裡面呢 是 就是 代表獅子城 城市的城 那 而 魚尾呢 就是 新加坡原因是一個海島 那 跟海 是息息相關 而 魚呢 亦都 代表著 新加坡這個國家的過去 從前呢 是一個 漁川 啊 海鎮來的 那 那 今時今日呢 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會呢 實在不容易 所以就 值得 那 那 新加坡以前都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啦 那 那 偶爾呢 都會見到一些建築物呢 是 有那種 歐洲風格 英國風格的 其實坦白說呢 我覺得 如果城市面貌 來到說 我覺得 新加坡呢 是 呃 那 有那種 那 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那 就是 剛剛 早上去那個地方呢 就 叫做 叫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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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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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等下吧 如果你等到的話 眼前這個盤是什麼盤來的呢? 相傳這個盤是很靈的 有時候人們會紮些小銀子下去很軟 那我就沒有試到 下次有機會先 其實這裏是哪裏呢? 就是在Sand Hotel 即是金沙酒店的樓下 夜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嗎? 那你見到為什麼這麼多人坐在這裏呢? 就是因為準備會有一個類似香港的環彩泳香光 在這裏表現 大家可以靜心欣賞一下吧 那其實這個整個環彩泳香光呢 新加坡版呢 又或者應該正確點來說 這叫做環彩泳賓灣 因為這個賓海灣 那其實是分了好幾個不同的主題 那接下來這一個呢 就是古典中國風 你會聽到一些中國古典音樂做背景 那它古典得來呢 是帶一些迷幻的感覺 是一個mixed version 那其實呢 很快呢 我們呢 就會是進入下一個主題的了 那這個主題呢 就叫做 新加坡 情味料 很快呢 這隻鳥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 有種動漫的效果 那下一場呢 我覺得是比較感動的 我正心給大家欣賞 從來 吋出招待 有分析 有水 有分析 而且 你會寫 有空 全景點 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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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